现在大家投资房地产真是烽火如头 你看我跟Coco每天不是在看房的路上 就是在看项目的路上 今天我们就在亚开迪亚高档社区这边 你看看五赌在2018年 我们建的一个将近5000尺的豪宅 那么现在后面我们就帮他把头画好了 建1200尺 所以作为ADU的专家 Coco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200尺的ADU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怎么叫我ADU专家了 我说盖大房子的好不好 都是专家 OK ADU对于我们说太易习了太简单了 基本上四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工了 四个月全部完工 对 很快了 对 像我盖这个大房子要时间长一点 OK 因为屋主的要求基本都不一样 有的要材料从意大利运过来 有的从特别材料 我们要等时间 所以就要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ADU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闭着眼睛 都可以 闭着眼睛就可以建 对 像画图这个部分都是你的合作的伙伴吗 画图我有熟悉的人推荐 我们也有自己的人 也有屋主他自己画好图再找我们来建 对 像这个Arcadia基本上我们有提议大家就是画图的 或者找回Arcadia的画图的人 他们比较这个房子比较高大上 嗯嗯 朱齿高的西林 跟豪宅是没有区别的 对对 而且你说那一省啊 你看这墙壁啊 全部都是比较厚实的 对对对 所以饮料虽然是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豪华了 就是屋主自己住啊 自住是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像一般我们接这个ADU的工程呢 最好是就是说牧主找当地的这些设计师来做画好图呢 这样他们一个是跟市政府的就是关系比较好比较熟 然后他也理解就是说市政府有什么样的条条规规啊 所以呢就是说到时候我们成见的时候就比较快 对吧 嗯 怎么说呢 不是主要是心底批土比较快了 成见 至于说建房的话 比如这是我们的大师傅了 要上脚手架了啊 嗯 对对对 像这个工地吧 我们就开工两个半星期吧 两个半星期就做成这样了 对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四个月就可以搬进去了 四个月拎包入住 对对 好 那你现在呢大致就是说你针对于未遇拮据这一块啊 是你们都包含在你们的造价里面吗 对 全部 全部包在里面 那当然了 OK 现在大约是多少钱一尺 嗯 我还是那句话 看你的设计师的图纸 像我这个是豪宅的设计 这是豪宅设计 必须的两百六一尺 豪宅的设计是哪几个方面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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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上档次的 上档次的 对 所以你建10尺的 像这个ADU的话 就是你推荐 推荐给屋主 还是屋主他自己想要这么高的水龄 基本上我们会 看看屋主建这个ADU是做什么用途 有时候你投资的银行的 那你肯定就材料不需要这么好 然后也不需要这么高 你要去的银行 那我们就比较便宜 比如说包图纸的话240 包图纸 如果业主是把图纸发好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210、220都可以 不准的 慢慢看图纸 就要至于看图纸为主 对 但是如果说业主还是空地 想建ADU的话 那我会建议他 就先问他是自住吗 自住我是建议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自住就是一定要装削的比较好一点 要还有西嶺 西嶺比较高了 就冬暖下凉 那当然了 他这个是上一个侧梁是吧 在上对对对上大梁 这边的大梁 对 所以像以前的我们两个一起帮很多的客人做了ADU 包括一些就说做ADU有什么 就是大家注意的地方 你像建这些豪宅式的 第一个十尺高的层顶 第二个是瓦顶 然后里面的卫浴拮据 包括就是说材料都是非常就是就是说比较贵一点的 价钱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说像这个工中高档 像工人的话有什么就是说要求吗 工人倒没有要求了 都是我自己的工人 对对我自己的团队 就是一定要是守守 对对对 我们每一个我们有小工 每一个都是师傅 每一个都是师傅 对 我看到这个像市政府的话 像这边要五尺 对 那五尺它这上面有这个树 没有影响吧 没有 没有影响 对对对 就像有的客人 屋主啊 他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后面没有到五尺 然后要把树砍掉 所以没有这个要求 像这个已经不止五尺了 这个当然是业主要求把这个树保留 保留 那我们也给它 它地很大 这个有三万多尺地 三万多尺地 对对对 所以它就往前一点了 到时候你们把就是说 ADO做完了以后 包括这个庭院 是不是在重新加钱 还是说屋主自己找 就是说做前院后院的这个 这个属于庭院 Lenscape这块 Lenscape我们一般不包的 Lenscape 但是我可以推荐好的人 便宜的人给它 推荐好的这些公司 可以过来 因为游泳池 我们也不会包的 嗯 还有游泳池 对对对对 它这个梁的话 是多少寸的 这个啊 嗯 这个是六成六的 六成八的 嗯 六成八 嗯 它为什么在测梁跟主梁上面 要上六成八的这么大的主梁呢 这是拖着屋顶的 拖着屋顶了 所以就是说 主梁这个层重是比较重的 是的 所以要几个人 我们盖好 盖主屋的时候 两层 那我必须有机器 哦 有cramp 把它给吊上去的 嗯 那现在ADU这个 对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自己 工人搬过去就可以了 是 前面那个豪宅是2018年建的 是的 嗯 你们花了多久的时间 嗯 那个花了一年半 也花了一年半时间 花一年半的原因是 很多灯了 后来业主持 意大利过了 嗯 就没有 呃 后期吧 等了一段 一段时间 等了几个月 哦 嗯 因为我们要把灯植物 完工了 才能这样叫City的 final inspection 哦 做了final 对 对 它这个房子 以前是没有游泳池的 是吗 没有 没有游泳池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 比较好画头跟建筑 做这个 大的ADU 所以这个就将近三万尺的 做一千两百尺 真的很舒服 对 嗯 好了 反正就是说 在Sengibar Valley啊 南加州这边 如果说 有的客人想跟你联系 然后就说 我们介绍过来啊 到时候来看你的工地啊 或者是已经成型做好了的ADU 你都可以帮忙介绍吗 没关系 我现在有很多工地看 都可以 很多工地都可以看 有ADU 有家建 有豪宅 最大的有1万1千尺左右的房子了 1万1千尺 对对对对 已经准备准备Final了 哇 对对对 好啊 然后有个六七千尺的 这个值得推荐的是 我提你去我另外一个工地看 我们做的Race Foundation 哦真的吗 大平层 对对 哦哦哦 这个Foundation 现在基本99%的人都不做这种 对呀对呀 但是近两年吧 我的客户 他们都比较偏向于这种了 哦 因为他们都不想再住两层楼了 是是 年龄大了嘛 都想住第一层楼 但是以前的两层都是那个slip slip就是水泥地 是是 比较冷 比较凉 哦太好了 哎呀我们给大家观众 卖个关子啊 我们下一期呢 跟coco一起走进这个大平层 什么叫crownspace的这种 Race Foundation的房子 好 我们大家一起跟进 coco 跟我们的项目跟视频 下次再见 如果说你要我推荐的话 我觉得我下 我那个工地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给大家看的 好 我也希望大家能认知到这个 这个不同的Foundation 对身体的好处 好 下期照样要你好好地介绍介绍 好嘞 好 谢谢 拜拜